我还想这样拿着 像那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拿着这个麦 跟大家脱口秀一下 他们给你准备了话筒 我可以先女主持人一下吗 让我在台上跟大家聊聊天 可以 当然 一次到时候被从台上赶上 没有赶 上早了 没理论了 我其实准备了挺多梗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幽默的人 现在突然间不知道该Q什么 就刚刚那个老老师 老老师在后台跟我打了招呼 他说别叫老师 那我叫狼哥可以吗 叫狼叔叔 或者叫狼爷爷也可以 那个狼爷爷 今天有什么对我想说的话吗 就是比如说 我特别恨你你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我的乐队的乐手 每次我要演出的时候 我先得问他 我说大萌你有档期吗 他说没有 我在给写真花演出 给我气坏了 我越熟越湿 我越熟越湿